大家好 今天Eric來到了台南南西美嶺風景區的五龍步道 來賞銀來看螢火蟲 幸好我們下午就出發了 下午就到 所以我們車子可以先開進來 因為再晚一點就沒辦法開進來了 聽說從下面的五龍廟的入口一直走到最終點 大概要走兩個小時 幸好我們先開進來 大概只要走一小段就好了 看一下現在天空呢 是黃昏的時光 是不是非常漂亮 那一點就是夕陽 真的很漂亮 好吧這一小段呢沒有問題 我們就走一下 哇還有1.8公里 哈哈 沒有問題的來 接下來我們繼續往上走 Let's go 耶我們離會場方向越來越近 我們到達這裡有一個土地公廟這裡其實呢就已經將近到蠻上面了 因為呢這裡呢是我們再往前走呢就是聽說有一片茶園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一片茶園真的非常棒 天色漸漸漸漸的暗下來了 不過呢廠陽在大自然的環境上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我們抵達了茶園 也就是這裡的終點站 因為無法再繼續往裡面走 因為呢裡面的道路呢越來越小條 哇塞看一下這整片的茶園在這邊經營的農夫呢 我是茶園真的是非常有心真的是非常認真 非常有心 大家看一下這一片景色呢真的也不容易看到 天色越來越暗 離我看螢火蟲的時間更加接近了 有沒有發現 哇塞 也有蝴蝶谷耶 哇希望能看見蝴蝶谷 你看這邊提醒大家不要再往前走 因為呢這裡的小路呢越來越暗越來越黑 現在呢一片驅黑 我要開始拍螢火蟲了 什麼都拍不到呢 真的是非常的 怎麼講要需要耐心跟你的 欸有一點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 其實呢這整段影片你只有看到那一點 接下來呢就是一片的黑漆 不過呢這黑漆呢 我覺得享受片刻的臨近真的很棒 而且呢我眼睛真的有看到螢火蟲 可是影片上看不到 所以沒辦法 因為呢手機不是最高解析 不是非常專業級的 不過沒關係 至少我眼睛看到了 耶我們現在走下山來 要準備下山了 又經過土地公廟 來跟土地公祈求一下 早日讓我成為百萬網紅 希望能夠回饋社會做公益 祝福大家